原本定在明天举办的石门区国际风筝节 受到台风塔巴外围环流影响 顺延至22号周日 今天在风筝节的主活动现场 可以感觉到风浪逐渐变强 舞台都围起风所线 加强固定等风势减弱再持续搭建 另外区公所呼吁今年风筝节 移施到风筝公园举办 停车位较少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受到台风塔巴影响 原定明天举办的石门区国际风筝节 延至22号周日 气氧局指出 塔巴虽然不会登陆台湾 不过被台湾的天气 却深受外围环流运气的影响 今天的风筝节主活动现场 可以感受到风浪逐渐变强 担心风强大影响 就连主舞台的帐篷都考量安全只搭了一半 围起的封锁线加强固定 要等到风势减弱 或再持续搭检完成 今年的新北市北海岸 国际风筝节原定在 9月21号礼拜六来举行 但是因为塔巴台风来了 虽然它没有直接进入台湾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会造成礼拜六有 比较强的阵风 还有大浪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在海边举行 所以为了考虑这个选手 还有我们参加民众的安全 所以我们决定把活动延期一天 延到9月22号礼拜日 顺眼至周日的风筝节内容普遍 除了有来自20队不同国家的风筝竞技选手表演 还有即将创官换限量小风筝的趣味活动 小农市及友善有机蔬菜工民众来采购 以及最让亲子期待的某某家族 湘建欢都会照常举行 大概有20队上百位选手 都会带来他们很多这种大型的 这个软体风筝 还有特技风筝 串联风筝等等 一定非常的精彩 那在好看好玩的部分 我们有风筝DIY 糖果风筝 达人风筝互动 那我们也有这个闯关即章 就可以送主题的这个限量小风筝 那也有农特产区可以逛 那也有精彩的舞台表演 那我们也邀请到 很多这个专业的表演团体 还有某某家族 也会来这边表演 非常的精彩 那同样的还是要呼吁大家 这个因为停车位有限 人潮很多 鼓励大家多多使用我们的 免费接驳公车 此外今年石门国际风筝节 已失道风筝公园来举办 停车空间不必白沙湾 而区公所也呼吁 要来参与风筝节的民众 不妨可以选择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或是每小时一般 从红树林站出发的接驳公车 轻松参与活动 不必担心停车位 以为难求 记得到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